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种增长方式 一种我们叫做线性的增长 线性就是linear 一条线往上增长 另外一种叫做规模式的增长 叫做scaling up 那这两种增长 虽然表现出来都是公司越做越强 增长越来越快 收入越来越多 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和这两种增长 哪一个可以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详细来展开讲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线性的增长 我们首先看revenues 也就是我们说的销售额或者是总收入 revenues的增长配合的是cost 成本的增长 我们会看到这两条曲线的增长 是成一定的正相关的关联关系 也就是我们的营业的增长 也伴随着成本的逐步的提高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注意的 是这个X轴下面的investment 也就是这个投入 大家可以看到初期的时候 我们有一大笔的投入 比如说你建了厂房 装修了店铺 进了很多的货 建了一个实验室 等等等等 初期有一大笔投入 随着我们公司商业的增长 营业额的增长 我们的投入也是持续的 不停的要往里去增加的 不停的扩建 我们厂房增加生产线 不停的增加我们的店铺的数量 或者面积 增加更多的人手等等等等 这种增长其实也能实现 我们销售额的增长 很多公司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做下去的 那我们在这可以做一个假设 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公司的增长 我们的收入一直增加 但是我们的成本 不怎么增加 开销没有那么大 并且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投入 一次性投入之后 就不需要再往里放钱了 这种增长是不是听上去更加的诱人 更加的可持续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巧了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说的 规模化的这种增长 scaling scaling大家会注意 revenience也是我们的收入 是一直往上涨的 跟左边的图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明显的区别就是 它的cost 它的成本 是没有跟着它的销售额的增长 一起同步的正相关的去增长的 增长的非常的缓慢 那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中间revenues和cost 这两条曲线 中间的区域 就是我们的利润 如果说revenues不变 我们的销售额可以不变 但是我们的成本有明显的控制 能够管理的很好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会变得更加的盈利 并不是销售额越多越好的 再有一个大家可以注意 就是investments 这个投入 初期一次性的投入 之后就没有更多的投入了 这样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 如果你的公司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恭喜你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非常持续的 非常稳健的 而且更加抗压 抗风险 当大的商业环境 发生很多变化的时候 你的公司都可能很安全 如果你的公司是第二种增长方式的话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因为这种增长方式是更持续 并且更抗压 当外部的环境发生很多变化的时候 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你的公司都非常反脆弱 都容易经得住这个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能够一直活下去 而当环境好的时候 你的利润率就会明显的提高 那这个背后呢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概念 叫做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呢 英文叫做marginal cost 这个编辑成本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如果说你为了多销售一个产品 或者是多制造一个产品 而产生了代价 它跟你原来的那个平均的成本 这个固定成本 跟这些没有关系 它是强调是每多出一个的时候 每多卖一个 每多生产一个的时候 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这个叫做编辑成本 而规模式的这种增长的 一个重要的底层的思维模式 就是围绕着编辑成本展开 而不是关注固定成本 不是关注平均成本 只是关注marginal cost 还是那句话 这个编辑成本这个概念呢 极其的重要 我们之后呢 会在公司财务管理当中 给大家分析 更重要的成本结构 而编辑成本是我们会强调的一个 每一个经营者 每一个创业者 都必须深刻理解 不停的去关注的 那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例子来给你解释 编辑成本这个概念 一下子你就明白了 左边呢 是Jack开一家咖啡店 开得很成功 每天呢 卖咖啡 也卖各种早餐午餐 包括muffin 三明治等等 右边呢 是Emily 开了一家瑜伽馆 教其他的学员呢 如何去练瑜伽 那表面上来看呢 这两个都是我们 非常常见的小生意 但如果我们用 编辑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两个生意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们能够获得的增长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左边Jack的咖啡店 他每多卖出一杯咖啡 或者一份早餐呢 都会产生额外的这些成本 比如说咖啡豆啊 牛奶啊 豆奶啊 面包啊 牛油果啊 奶酪啊 等等 这里呢 还包括包装的成本 比如说咖啡杯 其实咖啡杯呢 占一杯咖啡当中成本的 相当大的一个比重 这只是食材啊 物料的这些成本 还有相应的人工成本 因为为了多卖几杯咖啡 有可能早开业一个小时 或者是晚关门一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会咖啡室的人工呢 也变成一个成本 计算进去 那如果我们看右边 Emily的瑜伽馆 当她把她的瑜伽室租下来 这个租金复掉 当她的瑜伽室布置好之后呢 假如说Emily如果招收了 五个学习瑜伽的学员 她的成本就可以持平了 break even 就可以开始盈利的话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 她每多增加一个学员 进来跟她一起上课呢 对于Emily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成本增加的 直到这个房间 装的人数的上限为止 如果这个房间能装30个人的话 从第五个学员 到第30个学员中间 对Emily来说 几乎全是纯利润 并且Emily付出的时间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这两个看上去都是小生意 但是他们的增长曲线 完全不同 Jack的咖啡店 走的是左边的这种 线性增长的方式 而Emily的瑜伽馆 走的就是右边 这种规模式的增长方式 那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Emily把自己的瑜伽课程 变成线上课 放到网上去的话 这样的话呢 她就更加不受 这个教室能装下多少人的这个限制 更加不受时间地域的这些限制 她可以招出的学员呢 就远远多过一个房间能装下的人 并且她是一次的时间投入 把它制作成内容 制作成视频 之后呢 就可以不停的受益了 而Jack的咖啡店呢 可能很难实现这一点 除非她转行 改教别人怎么进行咖啡店 或者是教别人怎么做咖啡啊 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型了 这个例子呢 其实教会我们的就是 大家同样在做生意 同样在创业 同样在经营 但是背后的底层逻辑呢 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这句话是对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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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